这条题目,上面这三条方程,它们两两有公共根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第一条方程,它的两个根就是α和β 第二条方程的根就是β和γ 第三条方程就是γ和α 你看到根就是recursively转来转去 然后这条题目,它就叫我们求证下面的这条色 现在只剩下两个根,和一条色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 那就可以理解一下,用韦达静里亚派下去 看看两个根,和这些pqrnml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有两根和 两根和就是-b over a 那这个就等于p 下面这个就等于q 再下面这个就等于r 那记住这个是r 另外这个有个小孔,这个就是γ 不要搞错 那我们有两根和之余,当然有两根值 就是α,β,这些就等于n,β,γ,这些就等于m 然后就是γ,α,这些就等于l 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试试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如果是b的平方,比如p的平方 加q的平方,加r的平方 那我们一看,就已经很容易知道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它降低平方的话 那左边这个东西也可以降低平方 那然后呢,你就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加起来,就知道我们有α的平方,加β的平方 再加两个αβ,如此类推 那所以呢,我们α的平方呢,其实有两个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式,这里有个α 下面这里有个α 那β的平方和γ的平方都是一模一样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 我们抽个2出来 我们就会有α的平方 加β的平方 再加γ的平方 那这两个呢,夹完之后 就会中间就会有一个2αβ的这个 term 这个就是β加γ,这个就是γα 那刚刚好,前面已经抽了2出来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进去 那就会加一个αβ 再加β加γ 然后再加这个γα 那这个就是前面这三个东西了 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4乘以n加m加l 那就很简单了 这个4,那我们可以乘个4下去 那nml加在一起呢 那很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了 那就是有αβ加β加γ 再加γα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抽了2出来 那整条色 左手边的这个部分呢 那就会变成 这样写了 左手边的这个部分 left hand side 那就会等于 2 α平方加β平方再加加γ的平方 这块再加3 乘以αβ 再加β加γ 再加γα 那这个就是 这条色左手边的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看 右手边的这个东西 等不等于 左手边的下面 紫色在写的这条色 那接下来的任务呢 我们就要评论一下 右手边的这个东西 等不等于我们之前 左手边的这个东西 那由于空间的关系呢 那我把之前下面的这条色 left hand side的部分 就抄了上来 那就是上面这条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基本上 都已经没什么可以做了 那就看到 p等于α加β 我们只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那我先不要理会 那我先不要理会 就是直接看 括弧里面的这条 那pq 撿个pq出来看 pq也就是变成 α加β 再乘以q就是β加γ 那这个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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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有少少满的 那然后就是r和p呢 这个就是 加麻加α 再乘以α加β的 那这个东西呢 那这里有两个东西 乘以 一个东西乘第二个东西 那两两 双加 那我们这东西呢 就可以 你只要经过 一个炸开它 再组合回这个步骤 相信应该不会难到大家 那我们就会有 α平方 加β的平方 再加γ 你看到 β乘以β 就会有这些平方出来的 那 如此类推 那然后就是 交叉双成 其他一些东西呢 那发觉 剩下的呢 就是 α和β 这些东西 会各自有三个的 α β 加β 加γ 再加γ α 那 因为我们之前呢 其实就留下了 这个2呢 没有乘回的 那么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2 乘回下去的人呢 那我们拔个2 然后我们拿个大弧 进入这些东西 那就exactly 等到 上面的东西 那么 由于这个是右手边的 那所以我们就已经成功 proof了 这个 左手边 的这条式呢 就等于 右手边的这个部分了 搞定 证明完毕